国庆到第一口被大片出来了,无双,张义谋的影在豆瓣的评分微微下降之时,无双一次微微杀到了8分,按如今的排片两起走势来看,无双成为国庆当票房冠军应该是没跑了。 之前,我没想到这个片子竟然会爆口碑,在看完后,我觉得这片子就应该爆口碑,无双是这些年少见的庄文强独立编导的电影,有趣的是,2002年,无剑道和英雄同期对打,今年无剑道戏的庄文强又和张义谋的影同期对上了,但,两者巧的,还不仅仅是当期而已,只能说这么多, 因为这是一部不能剧透的电影,所以,本文在剧情方面只会点到为止,而且保证不会涉及关键剧透,不管出品方式那边,反正无双的故事及感觉,都是实实在在的港片,而这样的题材在港片范畴来说,确实少见的。 庄文强表示,电影不好看不能管题材,重点是怎么拍,就像无双,它数犯罪片,但其实这题材只是个容器,片中其实放了不同的东西,就像窃听风云,窃听只是个行为,但实际上电影讲的却是生战,逢地产,犯罪片无双,这回讲的,却是艺术犯罪, 片中的主角的身份,是干着犯罪行道的艺术家,最新,制造假美超,他们将伪超做的真假难辨,简称超级美超,无双是庄文强从2008年卡斯打磨的剧本,起因是因为他想在这类,题材上,在做些和无间道不一样的东西。 这些年,庄文强收集了很多资料,其中,他发现,上世纪90年代,世界上每一天流动,他每斤有40多万个亿,里面的大概百分之0.05是假超,这些做假超的人,大部分原来都是艺术家,这些人走上这条犯罪道路,与背景无关,而是处于他们对于这种艺术追求的狂热,这种狂热,就是制作出美国中央银行。 都无法识别的超级美超,于是,不断打磨下,无双最终有了外号画家的无复生周润发和李问郭富城双主角,在这个搭配上,本片也可以说是双手天了,无复生是伟超集团的老大,心狠手辣,却又在这个领域拥有专业资源和技术,李问是被无复生拉入火的,性格则是看起来比较文弱怂包,但是他的绘画技术, 确实的无复生是用李问来绘制美超,无论双雄是因为什么原因去印刷伟超,但在传统意义来说,这又是一部以坏人为主角的电影,发哥和郭富城的角色,整个走向是相反的。 作为团队领导人的无复生,走的是一个伟超集团的老大,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伟超界的博豪那位小熊,从容光到破败的过程,在这个过程中,本片又极为详细,都为观众展示了伟超的制作过程, 从制超材料的获取,把绘制,做电板,印刷尾超到十几个工序,几乎一一呈现,郭富城的角色里面,用我们如今的话来说,他就相当于绘画界的技术材,他的技术高超,他能仿出众多大师的话,可以做到真假部分,但是他却没有创造的天赋, 这也就是片中,他所认定的自己的命运,或许,我的价值就是造假,吴复生,就为这个loser艺术家,李问,提供了一个舞台,在吴复生的团队里,李问的技术,可以将美超上的富兰克林头像,衣领上的字样,在放大的时候都能为清晰看到,一笔一画,连超飘面值一般,灵面的灵,其中的横线也要清清楚楚,一丝不敢, 还有配色,变色调料,你要做到极为真实,使得伪超在光线变化中,也能如同真超一样变色,吴复生帮李问的定位是,不要这么小看自己,你做的,其实是像真话,是艺术品,一个loser艺术家,被一个小熊吴复生推到了另一个舞台,成为主角,大体来讲,你应该也可以猜到一个路子,吴复生和李问,这双熊 到后面自然也会走到分歧的地步,预告片中,李问告诉吴复生,不是我以为你没有我不行,而是真的没有我不行,这一句,就更是我们熟悉的港片位了,一场兄弟,你竟然拿枪指着我,除此之外,无伤中还加入了其他因素,这就属于不可剧透的关键部分了, 只能告诉您,他其实还要选一片因素,无伤不发达场面,在这些场面中,您会看到那个发哥,再次举起双枪扫射,穿上绷衣走路,慢动作,慢镜头下,发哥的动作依然俐落,英雄粉色,迭血双熊这些发哥经典电影,再度浮现于一代影里脑海里是必然的, 虽然,当年的小马哥,如今已是老马哥,虽然,现在年轻的观众,已经难以理解周润发三字,对于黄金时代的香港电影,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吧,不过庄文强说,很多年轻人可能不了解,周润发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,但我相信他们看过《无双》之后一定会知道,是否真能做到庄文强所说,暂时打个问号, 不过,港片现在却也处于一个尴尬的局,不可否认,现在的港片不断的在打情怀台,就像去年王金爆口碑的追龙,也是打着当年港片中的雷洛和薄豪的情怀,在屏幕上挑大梁,有票房号罩里的香港演员们,大多是当年我们喜欢的那群,只是,一个个业的五,六十的年岁了,甚至,九位露面的老演员在东西, 又复出,也成为了一部港片的情怀卖点,还有徐克,周星驰等大早,他们的电影票房,也有一部分是由岁月情怀所带动的,时间强了所造就的情怀这东西,固然会有很多人捧场,但情怀一旦玩坏了,却也会受到诸多财产,但咋也不能否认,也有像他雪寻梅这类港片,也在寻求突破, 而无双在今年来看,让我欣喜的看到,除了的情怀,在题材和叙事上,也有一定的突破,虽然这一元要限定与港片范畴,反正我一直不赞同这句话,港,天已死,我认为,港片未死,对我而言,港片像一只快燃尽的蜡烛, 依然有着微弱的光,英雄本次里说,时代变了,而港片这只蜡烛,到如今更像处于餐馆里的烛光晚餐那种环境,还能带来一丝情调,这样的情调做得好的话,效果非同反响,就有如时不时,就会出现少数几部港片,会让人大为回忆及抱住口碑吧,但是,这个电影是长,如今却亦不再是大家扁着蜡烛, 如照明的年代了,港片的地位,大规模的被和拍片所取代,这也是时代的一个必然变迁了,港片这只蜡烛,现在依然用一丝微弱的烛光,再努力维持及保有它曾经辉煌的价值,港片这只,至少现在并未测底,只是,那微弱的烛光还能照多久?不知道。